木偶骑兵 偷钱的小孩 街头艺人 一件件做工精细的木偶 经由机构齿轮的运转应用 每个木偶都活灵活现 模仿不同角色动作 充满童趣 评农研屋厂县镇展出机构木偶民踪记特展 由评农县政府与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合作办理 要告诉观众木偶会动的秘密 它除了很生动有趣以外 其实它里头就是在传达一个机构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 机构就会动的 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会动 这个就是简单讲就叫机构 它的一些原理原则 其实在课程里头 它是很基本的一个单元 但是平常我们都不太注意 就认为会动是很自然的 其实那是人类创造 来改善我们日常生活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我想这个展应该很受小朋友的喜欢 因为这个木偶展就把我们的所谓的机械工艺 还有艺术做一个结合 那大家来看到这个展 这个展其实我想木偶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精密的机械 还有艺术的一个结合 把这个展烘托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展区规划四大主题 分别是神奇的机构木偶 参展者们动画仔细看及走入机构木偶的世界 每个展区所呈现的气氛也因主题设计而有所不同 有潜入深的引导民众 学习观察每个作品独一无二的特点 了解每个自动机械与机构木偶间的运作原理 进而感受职人们背后设计的构想与理念 蛮有意思的 就可以看到它的机构这样 因为平常我们可以可能看那些东西 不知道怎么运作 可是它这边都比如说齿轮结构 或者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蛮清楚的 可以找回同趣 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好像感觉 然后它这里面的东西 好像可以去了解以前的 以前做什么哪一行哪一页的那个动态 而且这个最难得的还可以让我们互动 压下去它还会动 60件令人赞叹不已的机构木偶作品各意齐趣 展览即日起至明年1月24日 于皮诺演舞厂展出 文化处邀请民众踊跃参观 展开一场机构木偶的奇幻旅程 皮诺新闻张伦阳正义采访报道